可能是为了稳妥起见 彭玉畅爆出来的女生名字 大多都是经纪人等工作人员 而张子峰的问询范围 也围绕在自己的妈妈 爸爸 奶奶等人身上 因为都是很亲密的关系 一旦排面出现了不好的意思 杨子也得想办法给缘回来 测到张子峰爸爸时 出现的结果竟然是恨他 场面顿时陷入尴尬 健壮 杨子也得想办法给缘回来 杨子巧妙转换成了爸爸 对他有些意见 第一个爆出的名字 就是张一山 第二个就爆了何老师的名字 何老师德高望重 还是蘑菇屋的主人之一 杨子把他排在第二个 是对前辈的敬重和信任 紧接着第三个是彭玉畅 可能也是因为对方在眼前 游戏过程中 还强行扯出了彭玉畅 对杨子因爱深恨的原因 让观众狂笑不已 综艺效果满分 黄磊老师和杨子有过合作 也常住蘑菇屋 不过他当时不在眼前 所以排名在彭玉畅后面一点 第五个 杨子说了张一星 值得一提的是 杨子此前也是合作了不少流量明星 其中不乏男神 杨子却只字不提 也是避免了绯闻 到了说女生名字这里 杨子上来也毫不意外 先报了张子峰的名字 第三个 杨子就报了宋丹丹的名字 这个更不用说 杨子从小就和宋丹丹 合作了家有儿女 感情自然非同一般 也说明杨子的长情 结果居然是宋丹丹恨他 令人震惊 杨子也特意做了解释 说可能因为自己太久 没去找他吃饭 一句话 不仅化解了尴尬 也能看出 两人平时私下里 很有很多交流 关系匪浅 杨子接下来说的 也挺令人意外 是谢娜和吴欣 两人其实都不在眼前 不过考虑到节目的播出平台 而且谢娜吴欣都是平台方的最红女主持 还是何老师多年的搭档 杨子说出 这两个名字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杨子也多次做客 这两位主持的节目 私下关系如何不得而知 但在节目里提到对方的名字 也挺令人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